金蟬 上去拿招材去摸她 你看她 她好像想抱着她 摸了够了嗎? 不是够了 我要到處都摸 初一跟我來到加隆坡 就覺得很熱 今天去馬路加 今天回來後 為什麼這麼涼? 為什麼加隆坡會這麼涼? 今天吃了雞 雞很好吃 滑雞 他們已經說不是最好吃的 但我已經覺得很好吃 未曾試過吃過這麼滑的雞 你要擁有 一起靠雙手 我們上車都不放過自己的時候 昨天我們在馬路加 吃的兩野菜 其實有這個鳳梨餅 很出名的 那次吃了就像鳳梨酥 真的嗎? 姐姐有吃嗎? 很喜歡鳳梨酥 我也覺得好吃 多椰子 多椰子 多鳳梨 對 她是出名的 所以她放在那個卡卡前面 都買了 一口一個 搞定 好吃嗎? 對,好吃 18 18一盒 一盒 那也不算便宜 不便宜 但通常黃奶餅都是不便宜的 那就是 那時候新年買一罐 都要二十幾三十元 對 因為少份量 通常多一點 一罐是二十八到三十三 對,鳳梨酥的也很貴 通常鳳梨酥的也很貴 通常鳳梨的貴一點 怎麼樣? 我們從有舊地 來到這個吳宮山的天師宮 芙蓉的阿蘇帶我們回到她故鄉 對 她說去小學來過 因為中學 中學 你們給我準備 我們也有來過 吳宮山 是 大八公廟 這樣走這條豐手電灘 上面有個 呃 有個艇 可以捉摸 但不可以攀爬 是一個金蟬 金蟬 上去拿招財摸她 你看她 哈哈 好像想抱著她 這是什麼 蟬 是招財的 是招財的 哈哈 摸得夠了嗎? 不是夠了 哈哈 我要周圍都要摸 這個城鎚 又頭 摸她就不給了 小菜不出大菜不入 哈哈 哈哈 很開心 哈哈 天香油是這裡嗎? 我想買閘香可以怎樣 買閘香 四口錢 嗯 來 我來到馬來西亞第一次裝香 我發現 很多秒 馬來西亞有很多 是很多秒的 何時賦予你裝香 多誠心 哈哈 一聽就賦了香 可以嗎? 我們三支 三支 三支 蠟燭放在那邊 好難度 這裡有些風 你要點也要按下去 不要關掉 就是啊 看我信心 好難度 好難度 原來吳弓山 這個富翁吳弓山 是在深美蘭州裡面 最悠久歷史的古廟 在1863年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了 所以也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都要有年輕人過來 是啊 我以為老人家才笑 哈哈 哈哈 我們走一半 我們走一半 那姻生兩夫妻在下面 六扣八 兩賣母 王財 你真是? 我真是 兩賣小賣母 哈哈 這裡買一顆 這個才是主店 是啊 是啊 現在還可以出去 還有石頭 好像曾經有火燒過的 在1862年的時候 因為有炒入來 更有火燒的位置 但是殘留了這些 火災之後 雕像和髮器 這些茶漏了下來 即是很燒爛 但都已經是燒到 燒得七八八 燒不爛了 已經白黑了 可以吵得更燒 被人吵 被英文的膠質 要這樣封住 這裏是為了你 粉絲 碰到粉絲來參拜 剛剛在拍照 哦 我待會看到一條蜂蜂 快點讚、分享 和訂閱我們的影片 你正在吃一條蜂蜂 下咒 以前小時候我們很喜歡看乳蜂片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叫粵乳長片 但我們知道粵乳蜂片 這是全屋芙蓉的山景 這是蘇不空 蘇八戒 沙針 我還記得師媽 你穿上這張椅子 你在這樓梯好像能走上去 是啊 芙蓉的景觀 芙蓉的景觀 在哪裏叫市中心 我想問 芙蓉的景觀 在高樓大廈 有這麼多高樓大廈 對,可能在那裏 在芙蓉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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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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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 真的 所以這裏 變成 吳公山 其實這裏 村民是做祭祀儀式 所以你會見到有蟬鎚 即是說摸了會走運 有財運 而且剛才的大白宮廟 即是廟中 供奉的神 人們都會覺得很靈驗 所以你會見到剛才走一五點多 也有這麼多人拜祭 今天是四人 是 哈哈哈哈 按上下 按上下 很圓齊 你怎麼在這裏出現 你怎麼在這裏上去 你怎麼在這裏上去 我從這裏上去 我從這裏下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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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聽說你這裏出生 是啊 在吳公山 我沒有在湖公山 哈哈哈哈 你不是想問我 是不是有湖公爬過呢 哈哈哈哈 這裡有魚池和龜池 是啊 很多錦里 想不到這些廟 有這麼多遊人 喜歡來看的 就是了 所以其實它是出了名名 所以很多人上來參拜 剛才在 其實在樓下的大白宮廟 已經有多人參拜 上來的正廟 更加多人參拜 超財靈龜 剛才有什麼 上面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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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鮭 有鮭 軟跳 軟跳這個 招財靈龜 等一下阿蘇的媽媽 我們一起吃飯 是啊 胡蓉燒蟹 我們走吧 走吧 大家好 大家好 這麼快 又一個星期了 你明天就打到會府 就要回香港了 是啊 挺快 本來就說 大姐來了 大姐來了 原來炸一聲 就已經一個星期後了 那你這個星期的時候 你對馬來西亞有什麼感覺呢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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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呢 因為我們帶了你來馬六甲 其實馬六甲是更加熱的 好像今天回來的時候 你回到吉隆坡的時候 又好像沒有那麼熱 是的 我說 馬六甲真的很熱 因為呢 因為呢 剛才跟我來到吉隆坡的時候 就覺得很熱 是 那麼呢 今天去馬六甲 今天回來 哇 為什麼這麼涼 為什麼吉隆坡會這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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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處於尺度 也沒有辦法 可能是近太日比較熱 有熱的天氣到了馬來西亞 所以這幾天是比較熱 比較焗 但是通常你下完雨都會好一點 因為我們剛才回來之前 應該有下過雨 所以就會涼一點 那你覺得馬來西亞的食物如何呢 嗯 太多好東西吃 是嗎 哎呀 幸好我不是住在這裡 因為肥死我 肥死是嗎 對 真的 我發覺呢 即是出親街 即是口不停的 經常都 不是一天三餐 太多選擇 是 太多選擇 一天可能是吃口垃圾 都已經一天幾餐 所以肚子永遠都不會餓 有餓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都未吃完 我也未吃完 對 有的東西 對 真的 對 你吃了這麼多馬來西亞的餐 你覺得最好吃是什麼呢 最好吃嗎 最好吃嗎 我想呢 因為我口味清淡一點 所以我比較喜歡清淡一點的東西 雞絲何粉也挺好吃 對 雞絲何粉也挺好吃 雞絲何粉也挺好吃 我喜歡豆腐 對 羊豆腐 對 今天吃了雞 哇 雞很好吃 滑雞 但他們已經說不是最好吃的 但我已經覺得很好吃 未曾試過吃過這麼滑的雞 OK 但其實馬來西亞的餐已經不是最好吃的雞 就是 如果再美一點的雞 真的質感更好 那梁野菜呢 梁野菜你覺得怎樣 梁野菜我也很喜歡吃 雖然一樣是很多醬汁 但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煮法 可能是香料還是怎樣 我很喜歡吃 我很喜歡吃 因為我看到你就算喝了茶 你這個 仍然都可以吃很多 對 因為可能它是扯飯 所以我看到你整碗飯都吃了 對 好 我比較喜歡吃點飯 我一向是喜歡吃點飯 混雞 那肉骨茶呢 肉骨茶 肉骨茶 差點忘記了肉骨茶 肉骨茶當然是好 我已經說過了 我在美國那邊吃肉骨茶 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你回到去 所以你回到去 你可以跟姐夫說 我以前吃的肉骨茶 簡直是騙人的 對 但是我已經買了幾個湯 包回去 那Souanne又教了我怎樣做 所以我回去試一下 其實很容易 我也做到 你應該沒問題 因為很像 做出來很像 所以你只需要放豬骨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有些叫五花腩 因為他們喜歡吃肉 所以我會放五花腩 OK 所以很容易 你就可以做到這個 馬來西亞式的 肉骨茶給姐夫吃 哈哈 她沒得吃 但是我可以試一下 做她吃 不過姐夫說 你們去這麼多地方 她經常不斷吃 不斷吃 我想她看到我們吃海鮮 那些 就是流口水 對 因為她有時差 所以很多時候 她起床的時候 就是我們 不是 因為她說 她下午淋睡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天 我們在吃午餐 我們在吃午餐 然後我們就繼續吃 又在晚上 又在宵夜 我們吃的期間 她就在睡覺 誰不知 她張開眼睛 起床回來 看到她在拉 又在吃 所以她覺得我們 永遠都在吃 又在吃 又在吃東西吃 所以我覺得她 她很有興趣來 馬來西亞吃東西 所以她應該 在不久的將來 你可能會見到 我的大姐姐夫 她是很喜歡吃海鮮 她的食量當然 又比我大 所以她會吃得很開心 因為我看到 你吃的食量不太多 那就是 你可能是樣樣吃少少 吃少少 對 有些浪費 有些浪費 不要緊的 待我姐夫來的時候 就可以讓她大吃大吃 好了 OK 拜拜 記得訂閱 和Like我們的頻道 在哪裡